记者蔡章盛新竹报道,一名流行司机今天清晨在运大批化学溶剂行经竹市浦顶路与瓷云路口时,车辆突然失控撞上路旁耗志干,由于撞击力道过猛,耗志干被断裂横躺路中,化学槽车也骑上分隔岛,当场卡住,所幸这起事故并无造成人员伤亡,驾驶也未受伤,车上溶剂意味外泄。 警方立即到场清除路障并管制交通,至于撞交通号制排部分,后续赔偿事宜将由主管机关依法求偿。 刘姓司机指出,他开车行经浦顶路与瓷云路口时,不知为何车辆突然失控,就装上路旁耗志干,自己也吓了一跳。 刘南经酒侧值为零毫克,目前警方正在厘清是否因车辆超重、超速、零件故障或是其他原因造成车辆失控。 警方调查,刘姓司机并无酒驾,也并未疲劳驾驶,目前也未有明显违规情势,但由于他撞到交通号制排,必须负起赔偿责任。 后续赔偿事宜将由主管机关求偿,警方呼吁用路人行经当地时注意安全,同时遵守警方的指挥。